Dr. 猫 育儿 今天怎么走回来 贝贝的鼻炎又犯了 宝宝鼻炎反反复复该怎么办 本节目要专注一万中国宝宝健康的三公仔 独家赞助播出 老婆 贝贝会不会是感冒不是鼻炎呢 鼻子都做这么红了 还不是鼻炎啊 喵 鼻炎和感冒其实不难区分 看看鼻炎有哪些症状你就懂了 三公仔 健康小剧场 鼻炎都有哪些症状 鼻炎是由病毒 细菌 变应源 各种理化因子 以及某些全身性疾病引起的鼻腔粘膜的炎症 一般会出现以下症状 流青鼻涕 连续打喷嚏 鼻塞 鼻子痒 甚至会引发咽喉炎 感冒出现的症状不仅会鼻塞流鼻涕 还会出现全身酸痛 发热胃寒等等 病程比较短 而鼻炎常常反复发作 根治比较困难 小儿鼻炎中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鼻炎 跟宝宝的过敏体质与接触的过敏源有关 在季节变化或早起睡前发作 贝贝就是过敏性鼻炎吧 这可不能妄下定论 需要到医院进行检查 才能确诊贝贝是否是过敏性鼻炎哦 而且通过咽血和皮肤测试 找到孩子的过敏源 对治疗过敏性鼻炎大有帮助 现在贝贝那么难受 我们该怎么做 我可以给你们知几招 灵丹妙药 小儿鼻炎不好根治 爸妈就要在护理上多下功夫 缓解鼻炎症状是关键 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宝宝 首先就是要远离过敏源 其次就是要及时清理好分泌物 用湿润的纸巾给宝宝醒鼻涕 记住 还要坚持每天用盐水 给宝宝洗鼻 清洁鼻腔 在治疗上 我这有几个温和安全的中医药方 帮助宝宝减轻炎症 一 熏鼻法 药材 蹭儿子 薄荷 吸尼 用水煎药 利用药水散发的蒸汽熏鼻 蒸10至15分钟 每天坚持熏鼻 能改善鼻腔血液循环 减轻炎症 对宝宝鼻腮 流鼻涕有缓解作用哦 二 是热敷法 药材 苍儿子 心仪 白纸 薄荷 细心 冰片 用水煎药 然后用毛巾 蘸温热的药液 放在宝宝鼻子上热敷 每次热敷20到30分钟 每天一到两次 10天医疗潮 停3到5天后再用 另外 每天给宝宝用艾叶泡脚 或是给宝宝搓着鼻翼 也能帮助宝宝缓解鼻塞 小小鼻炎护理不易啊 别小看鼻炎 如果不及时护理 很有可能引发中耳炎 鼻痘眼 赶紧把试纸巾拿来 遵命 鼻炎容易反复 发作起来 宝宝难受 来看看怎么预防吧 首先 锻炼身体是非常必要的 天气晴朗时 要多晒太阳 防寒保暖 洗澡要用温热的水 可以驱走宝宝铁内寒气 在风大粉尘的天气 要常备口罩 护理口鼻哦 我们是快乐三公仔 用心守护儿童健康 下集再见哦 嘿 宝贝 妈妈 每一秒 每一夜 妈妈的爱就是要你好好的 爸爸 小小小意外不要徘徊 超级超级超级可爱三公仔 总是妈妈靠我又爱 白鸟离世 那是我们的基因 鲁拉拉鲁拉拉 我们就是三公仔 用心用爱 守护宝贝 健康未来 就是三公仔 就是三公仔